你把心静下来 其实很正常 我们围一起 一起说一说 对不对 聊一聊 跟哪个人就做一下 就是你要把他的问题指出来 你要明白告诉他 你的问题在哪 对 你要指出来 但是这样不会 不会影响他的心态吗 不会的 在总结算上 没有人会愿意去输 所以说你可以明分 明白白告诉他 你哪有问题 对 好了 那边是来到双方 对阵的第四局比赛 下半场的第一局 再次换别的 EDGM来到蓝色方 Hero久近来到了红色方 是的 看一下这一局 EDGM是否能够 就在中场休息过后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对 在BP上面的话 ED机会我觉得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他们的BP其实一直都不亏 对 其实BP确实没有吃 可能在战术执行方面 有一点小问题 但是这一局 如果Hero久近再次拿下 大家要知道 Hero久近就来到自己的赛点局 对 赛点局 而且是三个赛点 而且拿到赛点局之后 双方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索性今天没有3比0 3比0的翻盘率是太低了 对 看一下这边伊利剑 还是两班中路针对到九城 其实证明朱光照亮 跟格米尼刚才讲的差不多 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BP 本身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对 对 哎呦 这关羽生放出来 但是鬼谷子也在外面 是 他没有先拿鬼谷子 而是先选择关羽 我觉得可以抢鬼谷子 对 我也觉得可以抢鬼谷子 首先是Coco有自信 并且他能把他的气势打 而且那个英雄其实适合他 对 像刚才那几波开团 是太乙真人 那个开团就是不对 不太好 但是如果是鬼谷子 那可能就是一波完美开团 来看一下啊 这边是Hero走进反手 要拿一手太乙加一手上路都花不来 是的 但是其实鬼谷子 跟太乙真人 是有一个康特的关系的 但是Hero的太乙真人 其实胜率也不高 其实今天的太乙真人的胜率都不高 对 其实他有没有想法去选带班一下 不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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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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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就九层这边赢政 因为中单已经没有了 你说他就没有考虑过去拿一手鬼谷子 Counter一下 我觉得他后面可能会选择 但是1D就不会给他了 前三楼 他不会要太乙 就你Hero这边1 2楼 如果不拿鬼谷子 一定会拿到 他一定会拿 太乙好放 因为鬼谷子打太乙有点好 就是太乙一旦 这个太乙一层一旦空掉 鬼谷子是马上能够加速上来给你看看的 是的 那一段真空机 太乙这人的作战能力很低 而且很脆 我很期待就是这一场的话 他单会拿到什么 他会不会拿到诸葛亮头 这一类英雄 因为有鬼谷子在 并且浪浪也喜欢诸葛亮 他诸葛亮胜率还很高 对 他浪浪搭诸葛亮搭的不少 他的一个诸葛亮目前的胜率 哇 拿出来一个不一样的 我刚想说 诸葛亮胜率81% 又换了 亮了一下 他还在纠结 他这一手中单拿什么 50天的话 浪浪有60% 还是选择50天 葛亮胜率 跟回谷子打一手控制combo 甚至连招 好配 对 一拉一打 看一下第三楼最后一手 董王太医要不要 对 Hero其实有点忌惮 一DGM的编励 哦 锁了 这是两边辅助最擅长的两个英雄 太也不要了 对 太也不要了 其实有时候合适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是 今天中英教练在前面的一个 采访片子里说过一句话 我很认同 他们之前有过一个误区 他们没有去找到版本当中 和自己最契合的点 对 反而是去一味地追求 所谓的强势阵容 反而丢失了自己 最擅长的那一套 对 对 你看这局 太也这人强最强 我不会用 我用不好 我用的不是特别好 我刚才就不用 不失手 不要了 其实鬼谷子和杜黄太医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两个服务 对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互相克制 互相克制 对 互相克制 但是鬼谷子 是占一个新手的优势 因为他有一个伪招 对 但是东方太医 他的前夕能力 跟强害能力 要更强一点 特别是乐图 是 对 第二首班 我觉得他可能会在 打野位上班一班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刚刚出城 他用了选策 对 他打野位的一首词 是特别的广 但我觉得肯定 还是班公孙黎 因为那几拳 其实效果不是很好 对 今天Hero九星在第二轮班位上 公孙黎没有放 对 对 他们的想法特别简单 你要还想拿牌的选择 给你 但是公孙黎是肯定不给 选择效果确实拿出来 不是什么 陈晓晶 我觉得陈晓晶还是能办 项羽又办了 对 项羽 陈晓晶 可能还是这两个东西 项羽是Hero用了一句之后 再见吧 对 吓死个人 项羽是在之前版本改动 有加强一波基础副甲 很肉很肉 下一班 应该不会搬马可我觉得 应该搬边 他自己其实想搬马可 其实他马可和李渊峰 他都可以看他一个选择 但是按前面三把来说的话 他这一手不会把他搬局 是 夏侯 对 还是没有搬局 还是和上一把一样的搬局 他们其实是不愿意 给到EGM夏侯的 EGM这边拿到夏侯前期打得会 更凶 对 而且你看到Hero究竟 在这一轮的BP做得 怎么说呢 更加稳了 因为这套是他们很擅长的一套 对 尤其是个花木兰 对吧 你看九成的银正 最初的东方 对 就前三楼他拿的都是他自己想要的 因为他们这局很想要 去把这一个三分先拿到 对 而且你看啊 其实EGM这边的夏侯敦 他撤个无魂在使用的时候 胜率都是百分六十 对 就这点是放不放吧 看出陈咬金放出来了 看他们会不会要 他们应该还是先拿一个马可 我觉得他不拿陈咬金 他可能还是想拿刘邦 马可和刘邦 还是拿刘邦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先选着马可 他先选马可 想虎刘邦 最后这种位置就看EGM 因为现在白几还放在外面 但是EGM他们的风格 因为喜欢拿一个双边战士 是 杨姐 是的 前面来看的话 他杨姐应该是最高的选手 对 但如果EGM不拿刘邦的话 可以拿Hero高概率的打枪 对 可以拿 EGM 他们有时候刘邦跟东华的开合 就比较太紧 而且这个就是他们典型的 去靠一个东华也就最初 保整个队伍多发育点的一个前进 拖到后期 一个英雄打前进 对 然后就靠拖到后期就Hero的天下 是 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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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应该还是李元芳 白底选色 不好打 杨友达也怎么说 其实白底选色 如果按以前的白底选色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没有那么好 又来 因为为什么 白底选色和东华 你如果刷一个人 我也能把你东华杀掉 我白底选色就刷起来了 我就触发了被东华了 但是如果直接咬到你白底选色 那就很难受 对 如果直接咬到了白底选色 那是最难受 关键白底选色是一个 如果要不输 就是要炸到人嘴里的一拳 是 其实它是有风险被咬到的 关键是上一局 整个ADGM在拿到白底选色的时候 前期没有打野区进攻 他就一直没有发挥出来 是 没有投铁 看一下这边选择位置 换成了李元芳 偏向李元芳好一点 因为白底选色削了以后 他整体的刷野速度 还有激动性都要弱了 没错 Hero最后一手 选不选刘邦 就看这手杀幕什么了 如果不拿刘邦 那只能是比如说像白起 我感觉他可能不会拿刘邦 不会拿 因为他拿刘邦的话 其实被武则天这个英雄 是有点克制的 传授中的净化刘邦 你 净化刘邦 对 因为刘邦传授 武则天开导招 对 你就很难受 他可能会拿一个比较 控制和肉一点的 就能白起是比较好的 白起也是比较好的 对 白起是比较好的 所以主要是上雨被搬了 主要上雨被搬了 是的 净化刘邦的背景上出来 净化刘邦之前有过 是吧 有灯过场 对 就是似乎多非常少 我刚刚想帮李九立一个flag 就是今天净化刘邦拿出来 李九八几说还吃了 吃不了 吃不了 喂不行了 你知道 陈晓金 就是前面他一地坚没有搬的这个点 其实陈晓金这个点 对于一地坚是很难解决的 为什么 因为陈晓金这个点的话 他这边要去抓陈晓金的话 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抓 并且出城他下第一坚要出到什么制裁 就他其实虽然说是有李源芳 而且李源芳第一坚做制裁也没什么 但是他没有像老夫子这样类型的英雄 他主要是边线上没有硬控 对 他边线两个边路其实都打过他 对 不认为你有老夫子 敦煌或张良这样的角度 是好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 确实没太大办法 看他们打哪条路 因为一地坚这一套就能拿出来 一定还是去打上路或者下路 是 他不是打中路的这种 重点是如果打更多的 还是打杨检那条线 对 你总归不能说去帮关羽干渴吧 关羽去帮那干渴没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一把的话 一地坚如果想要拿到优势 真的要看扣扣的发挥 而且一定是前期野区 对 因为你在线上的话 其实关羽那条线 你是肯定不用去的 是 就打杨检 杨检高概率队到赤浩金 因为花木兰应该会被扔去 跟关羽对线 对 所以说看子弓 还是说白了打赤赤浩金 也不一定 因为开局的话 暴君沃下面可能是给杨检 走关羽去走一个主宰 对 这边花木兰也是一样 陈小金可能会前期不打赤浩金 所以看他们愿不愿意 为了牺牲一点前机优势 来针对这个关羽 我为了打一个对线 我前面有过 刚好前面季后赛也有 对 有 我为了就针对你这个英雄 我连现在都不管 我就把花木兰扔去打你关羽 对 西西的花木兰 这一把的话 其实这个影子就怕一个 扣口和关羽 好 那么双方圈我选择安逼 我们马上进入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蓝色方 EDGM 红色方 Hero9进 目前Hero9进2比1领先 如果拿下本局 赛点局 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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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一看开局 双方的话前期都没有反应 是 其实这四把打下来 其实都没有打得很暴躁 其实没有去入侵一个野区 是 第一局的优势是从边路打开的 对 单看阵容方面的话 大老师的预测 其实EDGM这边阵容 他要更看好一点 对 确实啊 从控制团战各方面来说 EDGM之后确实要好 但是我跟你说 其实大老师的这个预测 他是没有考虑到 EDGM的英雄史 他仅从阵容上预测 而这一套EDGM拿的优势 他们非常擅长的一套 下路 没有让花木兰强行去对关羽 对 还是没有强行打 对 第一条炮军确实比较重要 因为双方开局都是平稳开 是 丢了炮军就能丢去 这样的话其实就有机会抓 不过跨不来也不好抓 因为东方太义其实在黑尔这边 是 同场铁币 最初 最初的每分钟 平均乘伤高达5千 还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乘伤是 因为他用东方黄打出来的 然后他的乘伤战比高达34% 对 就是说这个一个人扛了全队三分之一 我跟你说他这个数据 比他打张飞还要扛伤扛的多 就这个数据 他到底可怕在哪儿 很形象的说 真的 你放冲我跟白乐去打比赛 可能连每分钟输出5千都打不出来 他每分钟可以扛5千多 这很可怕 就反正放下他打不死是吧 对 可以看到这一波直接蹲 小班达 对 因为赤准队面可能在暴军之前 抓一波花木兰 是 反蹲 但是可能会蹲到 关羽这边提前往中路走了一下 九重也非常惊艳 老道是没有往外面走 我们看小继组 四个人在下路打麻将 哎 哎 哎呦 先动手 哎呦 这么果断吗 这一波是尹围有里面放的被动 看到了他在里面 直接给他 对 哇 一般就是看到了也不会直接说给他 很果断 关键是这波控制接得还很好 就是浪浪一个人的控制 但是大招低技能被动 连着控一波 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一旦执意机会就过去了 来了 是的 这一波节奏要起来了 马上再反一个篮 是 想把这个篮反掉 但是四个人来防守 很稳很稳很稳 撤了撤了 其实硬要反也能反 对 但是会拖到时间 让陈小鸡发育得很舒服 是也给到大球接大招 李源芳给大 就是这一波带子 虽然说李源芳这个英雄 他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有雷达的英雄 他的被动在很多选手的眼里 比他的技能还重要 对 很重要 而且这个技能之前还削过一次 就是他的探听距离 比以前还要在队线上 在队线上 在队线上 是的 这边的话 西西对的阿彻 其实阿彻的良姐 我们在前面比赛中看到过 非常差 但西西这边 花布兰也是他的招牌英雄 是 而且对线上 其实前期花布兰哪怕 稍微吃脸亏 发育一会儿 反正你肯定打不松 对 但是肯定是不好杀 但是关键最初 这边东黄比较难受 前期死了一次 对 也去节奏丢了一个大波 但是他有一个 队伍中有一个超好金 一直在拖发雨 能拖一拖 对 因为最初他压力大 是大在全队的前期 只有他一个 别急别急又来了 这局又不见真 哦 最初反应非常快 直针给大招 哎呦 关掉 强拿coco人头 这边关键被给了解锁 马卡罗大招 转一发 一闪 叫过来车 一手轮车 四个人车轮战 三支三一战关键 简直就是 一条喜 我觉得 可以一路走过来 算什么 就对于最初来说 当他拿到东黄太医的时候 咬人是一种本能 对 我觉得他可能都是 摁着大招进的草 他就不用反应 你知道吗 就一直在 对 对 对 所以这巧的瞬间 你看鬼谷子 还没拉出来的一瞬间 他已经咬住了 对 如果被拉出来 动黄太医的时候 空到可能 我觉得真的是像 怎么跟你说的那样 摁着大招进去 对 因为他其实也很担心 里面有人 但是如果有人的话 他一时间的话 大概率是coco 就算是其他人 也得见一个咬一下 而且其实最初 他也是代表了西部最强的辅助 是 他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西部的整个赛期下来 其实最初的表现 没有太多的亮眼镜头 但是不能忽视他 对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 像九成 是不会有极限的输出的 是 是 他就是 我是你的眼 我是你的眼 我是你们的眼 对 其实陈小金这把发育的是特别的舒服 没什么意义 对 没有办法去限制导弹 因为中单也不能去 最多就一个鬼谷子和里面放 是 他的装备马上要做到几岸风暴 差的不多 大概500 500多 600块 这波要来了 要强行压关羽 这波是Hero抢了一个中路兵线 远方会比这边区别来得稍微慢一点 强压关羽想 关羽想 按住几秒 摇到 这波乌克皮图套原来上刀 在这边Coco要留人 拿回来 但是伤害第一时间跟不太上 转身 Hero没有反打的想法了 非常凶啊 对 有发现当最初拿到太阵 这个东方太一的时候 像变了个人 是 对 而且刚刚那波运营其实是Hero 对 还来 哇 扫下去 出声 大招 Coco没有来得及帮忙挡一下 挡不住啊 挡不住 挡不住 这边是一个炮水兵上塔掉了 外塔拔掉 而且这一局 丑咬金其实她是真的没想参团 如果不是队友来 对 你看她的装备 除了把拔野刀 对 压根秒子 海兰 西西打撤 打不掉 打不掉 一直能咬到了 有没有想法 不敢过去 而且她应该是 没大招的时候不能过去 对 她过去怕被打一套沉没 进塔里被沉没出不来了 刚刚那波Hero他们的运营 打得非常好 就中路一波 小小的兵线倾线速度快一点 打出这么大一波阶段 是 就他们这边啊 其实Hero有一个特别擅长的点 可能其他队伍是比较少提到的 叫做断后 你发现没有 他们很擅长那种 一波防守撑住之后的反击 确实是这样 他们特别擅长 像上一局其实也是 刚才那个上路也 一波打过来 凤凰顶在后面 没死 一马转身反打 对 他们很擅长抓那个反打的点 正面 宝军 程晓晓那边带着飞起啊 完全没人能管 再拿 那个GD已经拉开了 这一把的话 EDG真的只能看Coco的一个花灰 能不能拿到关键的C位 就是关键的时候 拉到三四个 对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 按照这个节奏再走五分钟 Hero可能真的会看到赛点 觉得希望 是的 杀篮 这边又是东黄 想咬 闪现直接交了 杨姐没闪现 哎 转身咬得真快 转身又换掉 哇 他绝对是按着他走 他说的一定是按着他 他绝对是按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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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晓晓跟上关羽了 该是Draves了 哎 真的 你说这个最初 我感觉真的 这已经不能叫做本能了 他是用嘴走路的 他预判了一下 他可能会拱过来 就疯狂按大招 我觉得他真的没有care过 我要咬到谁 对 他说我咬谁都一样 而且他的大招 有一点预判 就像葛大爷在说 他其实并不是 无脑去按一个大招 他知道对方谁要 往我脸上走的时候 我在那里等他 我按大招 可能他要过来了 对 而且他真的很信任 队友的输出 是的 就东黄他一只用英雄 真的 换一个不亏 换两个转一个 这种英雄就是假 马可波罗破晓 你觉得智力敏烟 不 换一个不亏 换一个不亏 换两个选择 不过是 没换到拉到 这个时候 Hero的整体呢 一个阵容的优势器 已经出来了 对 关键现在的话 一旦到这种局面 其实最初局面很好发挥了 对 他谁都可以养 他现在比较 因为优势的话 他就比较肉 他不怕 就是对面急火打他 他这局也是啊 你说 Hero其实很顺利的局面 但是 城下这边的末是7分钟来说 这个也比较慢 还可以 7分钟其实还可以 要特别极限的速度 其实还是比较不错 来 看这一拨 拉到了 两个 又拉了又是东方太一 九成齐阳 你看拉我 就敢扫这边反打 杨简进去拉我 先大招出来 没定到C位 冠军灯没劈到音 就敢想板杀 再猜死 换不然满血杀到 一地坚只能后撤 正面的话 打了一个一换二 这一座二塔 还要被磨掉一多半 这个塔的话 可能就能点掉 要点掉 拔了 直接不到九成 而且后面在开主宰 这边一地坚是没有办法 来防守这条主宰的 非常快 打掉了 直接拿掉9分13秒 巨大的场面优势 我有种感觉 九成根最初存在一种默契 如果说等到最初咬到人的时候 九成在开大其实已经晚了 他们基本上是同时出手 对 不然的话其实很难做到 每次当银正扫大的时候 中间没有人倒 对 这两个人默契 一个赛季的魔盒不是白蓝 对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你咬我开大 那真的 它不像干匠那么简单 干匠的话可以直接甩 还是LE 我不担心被倒 银正还不太咬 对 现在Hero久禁拿下这条主宰先锋 而且经济已经领先了差不多四线 对 他们真的离自己的赛联局 尽用一步之遥了 关键是现在怎么去现实这个嬴政 感觉他开团的时候 1DGM切了不死手术的话 团战很难打 要看关羽 战略你有没有感觉他很擅长那种 提前走 走位一步 才走位一步 是 一般九成在团战当中 很多的小走位 然后他基本上来说 非智商性技能很难打到他 对的 他一般都会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输出 是 刚才团战的躲掉杨减的2技能 躲掉50线的大 躲掉关羽的一刀 躲了一蹲技能 那三个技能中一个 他就要掉一半选 对 只有位移啊 只有一个才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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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鬼骨子和东黄 我前面说了是互相克制的 但是如果鬼骨子在吸的那么一煞浪 在进行团战 他可能就是东黄他设不出来 对 对 按不住 对 你要找那个最极限的位置 而且刚刚好是 好在EDM这边抓住一个机会 直接开到了最初 准备之后 再按住就没有用 这九九十三好高啊 要扫死 他要扫死一个 一直都在跳 减速还一直都在转 在那边还在打 在这边没有大招了 九十没有想败的意思 走上来普攻 邱小金可都要死了 猪神想追 能扎死了 好凶啊 这个两个人啊打鼓哈 但是实际上来说 还是没解决问题 EDGM这一波换一个人头 我还拿掉一条黑暗暴君 而且这一条主宰 其实只被用来加强了 提高100多块的经济差 等于这条主宰等于没拿 对 就这局两边诠释了一句治理名言 叫做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可以看到这一波 是武则天先大刀 大个大球 直接秒杀 除了九成都大到 对 对 而且东皇太一这个英手就是 他血量低了 在岸都没有用 对的 是 因为他会先死 他只能买血 还有一旦武则天大招放好 关于是进场特别舒服 是 接下来这条黑暴君在手上 对 其实这条是怎么都不能拿 时间其实很短 30多倍 我觉得这一波看回復组 所发挥 一条 转到一个来 对 coco其实上一波团队 拉得也很漂亮 是的 我觉得coco可以等一个闪现 然后下一波团队的时候 等小龙等黑暴暴君的效果 没有丢掉的时候再打一波 对 其实coco是很独断的名选手 是 他的闪现使用率 如果有这个数据统计 我觉得一定是全联盟前提 对的 我觉得应该挺高的 是 他是属于闪现发烫型选手 就是 闪现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舍不得用 宝藏型的 第二种叫做 船家型 第二种叫做烤红属型 拿着更整 一个是家传宝型 是 下路 程小金 现在跟程小金对线 其实不是超级 程小金对线 就跟多数关羽来 直接清完线 不理他 直接走 这个是关羽打程小金 唯一的办法 对 因为你正面打出 完全打不 Hera 是的 纯事浪费时间 等一下Cero 拨过了这套黑暴暴君的时间 之后继续发起进攻 他们没有认为自己劣势 只是觉得那一波团战 只是因为一些个人因素 没有打一波 对 应该说伊丽杰那一周 反正他已经开得很好 是 Hero矫径其实露出的破绽 是很瞬间的 伊丽杰如果想打出去 需要解决陈咬金 这一个点 需要去抓死他一次太小 难 很难啊 对 他没有长时间的稳定控 鬼谷词就算拉也只有一下 对 就只有一套爆发的事情 对 而且他们来一两个人啊 辅助加一个联合方 都不一定抓了死 要再多来一点 关羽 关羽要再 中路大招还要跟上 其实很难 真很难 但是整个 因为现在这二位手机 压到了一路线的延续 所以说如果你多人抓陈咬金 他是可以快速自然的 对 因为你多人 反正是很危 是 哪怕真的是抓死 这一波可能要开团了 陈咬金 开大探草丛 直接陈咬金让你破变了 看见他真的好稳 对 实际让你破变 直接开大招探草丛过分了 因为其实每次打到这个局是 这个草丛里面是很容易蹲人 然后反打的 是 不够 闪现一拉到 这一波马可的二级的反应非常快 我说这是什么 这是看透了一个选手的习惯 对 那个位置一看就想闪现 对 就是当他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敢肯定当时在选手的R班里面 两个人一地势闪现 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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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已经无数次的大闪中到很多人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防备Coco这一手已经变成了不本 对 刚刚那一手如果被拉到 我这点大招控住马可的话 杨姐是可以跟上的 而且浪浪跟得奇快无比 对 那下如果拉到两个C位必死了 其实Coco也可以改一下他的整体的 拉人的方式和进团方式 不要这么的直接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你就是这么开 就我闪在拉你的鞋脸上 对 哎呦 红背反掉 哇 这个很难受啊 陈晓菊现在是猥琐的 对 当时 联方成绩没有交啊 想着这个陈晓菊怎么也不能从 我一技能爆炸那一下拿走 是 看一下这波其实有点不太要打 现在Coco没有闪现的时候 EDGM其实团战是很难打的 这个时候EDGM其实想出门的话 是很难的了 更多的都是关于绕后 只能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要不关于绕后 要么等鬼谷子闪现 对 就等一个鬼谷子闪现 不然的话他就一个陈晓菊 站在前面你怎么办嘛 但是就目前这个闪现时间算 基本上来说 马可波罗不说他有位移 对 九龙这边有闪现 就是你鬼谷子有闪现好的时候 我基本都好 他需要和你换代品 是 他们现在猜的就正面一个人来吸引 哦呦 这边是有兵线 好在有兵线 就爆台之王啊 真的是 林郑这种英雄啊 锦上天花非常强大 虽然雪中送炭不小 他逆风局有时候很尴尬 对 但是顺风局特别美丽 但是他这个天花就特别特别强 为什么 他是一朵大火花 和花贴在你脸上 对 要不然说他秦王扫六合 你怎么扫 就是拿打招扫 对 你看打招又来了 C特别短 再来 深圳头 能紧张手 关键是现在Hero其实不高级啊 慢慢摩上面有一条黑暗暴君 黑暗暴君其实是最干最关键的方式 难道的话团战基本接不了 因为其实Hero走进他们一套 这个队伍固有的 也很特殊的一个高力方式 对方上去卖 是 第二条主宰 Hero利用这条主宰 拉升了足足2600块的经济 相比第一条翻了将近20倍 对 他们现在经济优势 已经扩大到差不多7000 是 程耀金做了辉月 哎呦 你要取啦 没有 辉月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效果的 他可以回血 你还有一个就是制裁 我还是到他身上按个回血 是没有效果的 对 而且这个很细心 他不怕自己开大招的时候 被激活 对 他就是百分百的满大招 但是在冒险用过这个东西之后 大家总觉得他在皮 扫上来了 但是现在的EDGM 可能不知道 超级是有回血的 如果激活他会很智慧 但应该是能 应该是会注意到了 可能过一会儿就马上要注意到 就怕没看 毕竟大家都快神装了 谁还注意这个 看一下这边下落 高丽一共扫一拨大招 杜皇甲找机会 强摇 这边EDGM反应非常迅速 撤退得很快 但是你看 又有酒精实附着急 他在慢慢磨 上下落都快磨掉 并且不把关羽放出去 时刻盯住这个关羽的位置 他如果出不去 就没有办法到 我们总决赛之前 为了打到总决赛 打了足足几个月的比赛 一百余天 近百局的比赛打到现在 对 他还差这几分钟了 他真的不着急退了 那么长时间都迎认过来了 他们现在真的是8分钟 再扣 都要差一小时再都可以 来 正面直接破高丽了 高丽掉了 很有耐心 对 就这次完全不像是一支 第一次打总决赛队伍 虽然是一支新队伍 但是真的不要忘记 现在赛场上的两支队伍 十名选手是代表了东西赛区 最强战力 是 哪怕是一支新队伍 而且他们整理 今天的两支队伍有个特点 就是打得确实非常的团队 是 你很少看到一个 哪怕像平时Hero 大家都说九成一个人的发挥 特别亮眼 对 那今天你看 包括最初的东方太医 陈晓晋 包括陈智爱的马可波罗 哎 闪先 要了 杨简 杨简 但是没有低线起火 跟进陈晓晓晋 挥越 拉起来 能不能跑得出来 难受 哇 这一口治疗 这个挥越拉仇恨 真的拉仇恨 你看这波团战 其实真的我觉得印尼这句话叫做 五个人的团委 要比几个人的路口来的 真的想着 对 正面打进去 还要来第二波 要拉了 在这边东方没有大招的 回回来 回推 无人跟大招 光队死了 一秒东方 赵晓晋有大招 有血打 这一波团打得真的非常整体 但是Hero还要再打吗 击少人了 还扫一个大招 这也扫 残一个 残两个 保一个炮车 但是没有上来点 没办法 还不想压一下 血线吧 马上主宰要刷新了 拉里头说的没有错 这个游戏真的是 他不是一个人的团队 对 他是五个人的荣耀 是 他其实这一把的话 我觉得陈晓晋这个点 搬掉是最好的 他在那时候 他搬掉了一个老父子 因为他们整体的阵容 是打一套的 对 如果打在陈晓晋身上 就没有阻力 而且陈晓晋这个英雄 是完美体现了 王者荣耀当中 五路精神的一点 叫做坚韧 坚韧 他是真的坚韧 正面扬上去 尤其中间扬上去 能反推一个霸体 挡住了一个格物的控制 是 看下路继续带线 我觉得编路精神 应该叫做百折不挠 百折不挠 一次带不掉 带十次 十次带不掉 带一百次 看这次几个人抓了 我怎么感觉 这次好像真的 要换主宰 但Hero的反应非常快 赵晓晋还要卖一下 这边甚至连视野都没有看 只是看到对方往程晓晋那边走 这波也没有办法去撑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逼限太差 对 而且野区有 东黄太一在野区 有一百种咬你的办法 是 一百种咬你的这个方式和位置 口部姿势 复活甲 第二阵队复活甲了 巴姆兰赵晓晋 超级复活甲卖了吗 看不到圈了 刚才伤害有 他可能是卖掉以后换了个机制 然后的话机制换了复活甲前有 可能是灰月cd好了 马可波罗 再来一个复活 我妈妈妈 新冰线这个方式闪现 我有直线闪现 杨姐 杨姐要被秒 是 再一刀 就被拉了给上大刀了 反推三个 换了他盯两个 快 再来一刀四刀了 反冰线在正面赢正学校非常健康 打两个 还有两人赢正大招还在走 远方 撑不住了 都是贪血 这边程晓晋还有一个复活甲 再站起来 定一定去中间有没有 冰线来了 还有复活有冰线 他们打不到冰线 就拿出来的第一 让我们恭喜HERO 拿下自己的赛点 3比1领先 只要再拿一局 KPL第三支冠军队伍 就要诞生了 是的 这个时候真的是 而且是在他们的课场诞生 这位HERO久经 这一局拿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 是的 如果再拿下下一局 HERO将会在我们有史以来 最大的场馆 成为第三支KPL的冠军队伍 对 这时候EDGM幸运的压力 一定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今天是EDGM的主场 对 主场上海 他们不能在这个位置 轻而一举地把手中的圣子交出去 他们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不会让这场比赛这么简单 是 因为在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制止死敌而后生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在整体BP上面 就应该有一个大的改变 我就把你这些 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拼了 我觉得拿一些就是天性 真的就跟他干了 我觉得今天到这了 反正这两支队伍 今天都是他们队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对 所以今天只要能够站在这个场上 打比赛的人没有失败者 对 但是既然都到这个位置了 说白了 再说一局要回家 那么干脆不要想那么多 放开来一场 是 不要后悔 对 直接跟他打了 前面几把都没有打到一个 入侵野区的效果 是 最后一把我们就来吧 这种时候就只能破釜沉舟 是啊 破釜沉舟 买二勤冠中途主 不要多想 不要想太多了 这一局我感觉其实 到后面的EDGM有点收着打 是的 我感觉打得有点畏所畏伟了 他们有点不敢打这部团 每一部团其实都是有一点 特别是这一场比赛到现在 纯是从今天 哇 先别急 我跟你说今天如果真的 下一局是最后一局的话 今天的主题就应该叫做四个字 叫星皇登基 九成基本上已经把他的40% 输出打成一个常态了 他是法王啊 真的 为什么说他世界最强新人 为什么他能够破KBO 世界以来的输出纪录 而且你看他的成伤 两万五全队最低 他都是强 我们来看团战 一会看王者时刻可以看到他的细节 团战你真的几乎没有技能能打到他 对 这个人他最强势的不是他的输出能力 是他的走位能力 他用一些很多人用的躲技能方面是 带着天赋的 今天的EDGM必须要爆发了 我觉得等会儿 他们应该要在一个心态上面 需要再次把气势给提上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气势很关键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在上半场的最后一局比赛 其实当时EDGM是被打了一个翻盘 对 看一下 哦 橘最佳给到了最初 拿到了 一下自己最擅长的东皇太一 646主攻 成员赛比本是34.2 对 从一个40%输出的 从一个十五分手里抢来的这个局队加 非常棒 是 真的 他的东方太一 就像他的这个数字1要6 就是我特别特别希望看到 辅助选手能够拿到这个局队加 对 这是一种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能够有辅助选手拿到局队加 真的是一种太棒的激烈 对 是对他们 对队伍的付出的认可 这个不是对一个最初了 这其实是对整个KPL联盟 所有队伍的辅助选手 一个赛季表现的一种认可 对 其实所有召唤什么的 全都是一样 因为他这局确实把一个月塔开盘 就是东方太一的特性 发出的淋漓劲 这一局如果没有这个东方太一 Gero想这么轻松拿下比赛是不可能的 对的 这个关羽之推的真的很不怕的 在中期的几个节奏上 都是东方太一几个咬 没错 打穿的 对 看一下打到后面的话 其实也是经济差的问题 Gero其实很会用经济差点之类的 是的 打到后期一到经济优势 你很难再去翻盘 所以我反正有太多的复活甲了 如果没有这么多复活甲 你自己是可以 你看九成小走位 来回走 预判走位 出身复活甲站起来直接被载扫死 对 就他的赢证已经是 你不能说并未寻航吧 但是绝对不是 就用眼睛 别的先不说就是在逆风局好不好 是 好了 我们稍多休息 期待Gero的 在家里的 在家里 因为 我